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應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邀請 在世衛大會視像會議的開幕儀式上致辭 中國派到國家主席作為代表 其實就是要告訴國際社會 中國非常重視今次世衛大會 對上一次有國家級領導人出席世衛大會是何時呢? 就要數到03年的時候 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做代表 當年適逢沙士的爆發 習近平在支持中大概說了甚麼重點 小不免就是要自吹自擂一番 說到中國是多麼偉大 他就說經過艱苦搓絕的努力付出巨大代價 中國有力扭轉了疫情局勢 維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嘩真是厲害了 如果真是這麼堅了 就不用怕著第二波的爆發了 他還說中方始終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 及時向世衛組織和相關國家通報疫情訊息 第一時間發布基因序列等訊息 毫無保留地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經驗 盡己所能為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大量支持和幫助 但是前陣子才承認了銷毀的樣本 到底哪一件事才是真 所以獨立調查這麼重要就是這樣 說法經常有前後矛盾一時一樣 不如就讓國際社會獨立調查清楚 便知道責任在哪裏 自吹自擂一番之後 又向世衛組織套高帽 他稱讚世衛組織發揮了領導作用 在譚德塞總幹事的帶領下 世衛組織為領導和推進國際社會抗疫合作 作出重大貢獻 國際社會對此高度讚賞 這句話又是平行時空的事 國際社會是說哪一個國際社會 第一國際?肯定不是 那些西方文明國家罵到世衛組織七個一皮 世衛組織的建議全部都是留意的 都是靠海的 好了 到了第三國際 也不見得對世衛組織有甚麼認同 比如說非洲小國布隆迪 他們最近才拼走了世衛的官員 甚至說要依靠上帝抗疫 更好過靠世衛 到底是哪一個國際社會 對世衛組織有高度讚賞? 在網上找不到 除了中國之外 好了 他還說當前國際抗疫處於關鍵的階段 支持世衛組織就是支持國際抗疫合作 支持挽救生命 好了 接下來的最重要 因為那些非洲集團 54國集體倒戈 走了去支持澳洲提倡的獨立調查 在他的支持當中 就向非洲國家固域 首先他就說到要加大對非洲國家的支持 因為發展中國家 特別是非洲國家的公共衛生體系薄弱 所以要向他們提供多些物資技術和人力的支持 中國已經向五十幾個非洲國家和非盟 交付了大量的援助物資 也派出了五個醫療專家組 怎樣怎樣 好了 他就一直要提醒那些非洲兄弟 就是告訴他們 在過去的七十年當中 中國是派出了兩億人次去非洲提供醫療服務 即是提醒你 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對你們非洲兄弟好的呢 不要亡本 因為中國最強調的是什麼 是恩情 就是要滴水之恩都湧泉以報 現在不是滴水之恩 大哥 兩億多人次去幫你 這些就是湧泉之恩 都不知道怎樣報 現在是要 一群人一個屈尾十走去支持獨立調查 好 中國就說 承諾在將來的兩年 提供20億美元 即是差不多155億港幣 的國際援助 用於支持那些受影響的國家 特別是發展中的國家 即是說非洲的國家 20億美元指 非洲國家經常提倡一件事 說中國要減免對他們的債務 好了 中國就說 將會和二十國集團的成員 一起落實 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上富的倡議 並且願意和國際社會一起 加大對這些國家的支持力度 幫助他們克服當前的困難 但大家又要留心些 中國在說的是什麼 是暫緩這些債務 暫緩即是不是減免 即是跟這些國家說 你們暫時沒有能力還債 是不要緊的 不過那條數仍然要記帳 有拖沒有欠 實情一帶一路的計劃 很多都是使這些國家欠債 現在突然之間說 對他們免債 豈不是愚蠢之前做這麼多事 死人都不肯 其實有一些債務 的確是可以免了它 但是那些佔了整個貸款 大概百分之五都不到 那些其實就是屬於所謂免息的貸款 免息的貸款來說 其實中國一早就當了這一筆錢 是無償援撞制的 那部份可以免 但是那部份佔的數目是很少的 現在非洲國家在這裡猛吵的 其實就是大數目 那筆就不行了 暫緩而已 現在也是在說 好了 面對著來勢洶洶的獨立調查訴求 中國肯定就是抵擋不住了 因為現在已經升到122個國家支持獨立調查 那麼距離三分之二的門檻又近了一步 就肯定過硬了 那到底中方的代表怎麼說呢 在會議期間 他們就說 中方在全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後 會願意接受一個由世衛組織領導 科學和專業不偏不倚的國際評估 首先第一件事 中國又想採取拖字決 就說要把這個 都不是獨立調查 他們說 是叫做國際評估 拖到有效控制之後 那你什麼時候才有效控制 如果十年之後才有效控制 那你不是十年之後才查 這樣又拖字決 他又可以用這個時間 換取空間 換取他喘息的空間 其實無論是中美貿易戰也好 甚至乎國際追責殺賠也好 基本上中國都是一尾打算拖 總之你越遲搞對 就越有利 反正一日沒有調查結果的時候 你其他國家怎樣追責殺賠 反正中國就一尾拖一尾拉布 又不知幾時查 又不知要查多久 但是由誰查呢 中國在這方面就說得很清楚 一定就是要由世衛組織主導 為什麼呢 可以確保得到這個國際調查 是在可防可控的範圍之內進行 如果由帝國者去查 由美國者去主導 哇 那麼大劑 世衛組織也不一樣 至少譚德塞總幹事 都是自己有 但是美國和西方的國家 怎麼會任由你亂無 喂 他們那些情報機關 一定是會繼續進行 他們自身的獨立調查 他又查你又查 總之呢 到時查出的結果 喂 哪一個對西方國家有利的 他就採用哪一個報告 沒問題的 啊 那麼如果你世衛組織 查到烏里丹丹丹 沒理由要其他百九十幾個國家 去接受這份事 是不是 喂 那麼如果其他那些情報機關 哇 查到一些真實料 是令到其他國家都信服得到 那個責任真是屬於某一個國家 或者某一些官員 沒有理由不接納那個報告 所以現在就變成了各有各查 一定會這樣 好了 那麼澳洲作為倡議獨立調查的重要推手 當然就遭到了中國的報復 中國商務部就宣布了 由今天開始 對於原產於澳洲的進口大脈 徵收73.6%的反傾銷稅 和6.9%的反補貼稅為期五年 加起來就是百分之八十點五 換言之 澳洲的大脈 都不用再出口去中國 本身大脈都不是一樣 非常之有價值的東西 只不過是一些消費品 你這樣加八成關稅 基本上就叫它收皮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澳洲當然就會有損失 因為澳洲每年對中國出口大脈的貿易額 大概就是十億美元左右 但是佔整個貿易比例不算很高 在2019年的時候 澳洲整年度的出口貿易額 是有二千七百二十二億美元的 但是中國的藉口是什麼呢 澳洲的大脈 經過調查之後就發現到 存在著傾銷和補貼 令到中國國內的大脈產業受到實質損害 因此收徵了反傾銷稅和補貼稅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在2019年 中國的大脈產量和大脈的播種面積 已經連續下跌了十年 在09年的時候 中國的大脈的播種面積 是有六十二萬公頃 去年就只有二十六萬公頃 至於產量方面 在09年的時候 有二百二十一萬噸的大脈生產 去年就只有九十五萬噸 根本上大脈 在中國來說 你自己生產的東西 都沒有什麼競爭力 如果是有競爭力的話 或者是能夠賺錢的話 你早就已經不斷地生產 怎麼會每年這樣下跌呢 產量和播種面積都下跌 更何況就是 中國已經很多年成為了 全球最大的大脈進口國 即是一直以來都已經存在著這些情況 為什麼在澳洲說要提倡獨立調查之後 才說加徵這個關稅 肯定就是報復 因為那些原因簡直太流 澳洲貿易部長白榮漢說 對中方的決定感到失望 強調澳洲向中國出口的大脈 並沒有提供補貼或傾銷 這件事讓大家自己判斷一下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